奇妙造物主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它里面 借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约翰福音15章5节 每逢晚春去到初夏 我家附近的树木和街道 就会迎来持续几个星期的桑葬季 当我想到多结果子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桑葬 大家都绝对不会错过桑葬成熟的时候 因为桑葬的果实很容易掉下来 在路边, 车顶, 街道上 会留下一片片深紫色的污脊 而小鸟和其他小动物都很喜欢吃这种水果 所以它们的糞便加上污脊 会将整条街和周围的环境 令到很乱糟糟糟糟糟糟糟糕 但是在清晨散步的时候 我也经常喝不就在果实类类的树枝底下停一下 摘一把香甜的桑葬离食 真是难得的美味 只需要一小把的桑葚,就能够将我的嘴巴,我双手,染黑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些是水溶性的花青素,用水就能够很轻松的洗脱 虽然圣经里面植物的名字有所不同,但的确是提及到过桑树 我们知道它们是遍布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时至今日依然是这样 桑树一开始,生长的速度极快,之后就以归速的生长 亦是为什么你几乎看不到高大的桑树 桑树除了黑色之外,还有红色和白色的品种 白色桑树可以作为蚕蛾食物,因为它们的叶子是蚕蛾蛾唯一可以吃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一棵桑树下铺了一大块帆布,然后我用力地摇一棵树 一场桑树雨就倾降下来 哇,这个壮观的景象真令人难忘 后来为了安全一点,能够摘到更高的树枝上的桑树 我将伸縮式玻璃纤维树木修剪器也用了 但这个工具太过锋利了 我一不留神,就将桑树连树枝一起剪下来 然后整条的树枝就掉到饭布上 我将树枝上的桑树摘得干干净净 然后那条桑树枝,我随手把它摘到草叢边 几天后,我经过那里 我发现那枝被剪下来的树枝 原本仙论的叶子,竟然变成枯干发黑 我就立刻想到今天的经文 我联想到,当我和生命之源的联系中断的时候 我的属灵生命也是极速流逝 约翰福音中的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要经常的与基督保持联系 意味着,无论发生如何的结局 都是取决于我的选择 主啊,今天我选择在你里面 这样我的属灵生命就不会枯毁 也不会死亡 我完成为一根枝纸,结住类类的果实 在你里面有很多疙瘩 我现在想到辞大了 我才会知道 什么东西 我现在有跟他讲到 我今天时间到辞密 我今天要讲到 你会讲到 你会讲到